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 外面的烟花岔子烟红,电视上的拜年生此起彼伏 大年三十,我在家做了老公刘成军最爱吃的香酥鸭 葫芦鸡,油闷笋 满满一桌子菜,还有一瓶他最爱的红酒 我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等加班的老公回家吃团圆饭 从六点,等到八点,菜凉了又热 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在我逐渐焦急担心的时候 房门开了,刘成军走了进来 老公,你怎么才回来,我娇撑着迎上去 没想到刘成军下意识地往后躲了一下 接着我就看到了他身后,门口站着一个年轻靓丽的女子 还带着一个孩子 这是怎么回事,我有点不悦地看着刘成军 嫂子你好,我是军哥的好朋友 李月然,那个女子落落大方地伸出手要和我握手 把好朋友三个字说得特别重 张扬的脸上带着挑衅和示威 李月然 我如同被雷劈中一般,这不是刘成军提过的一起长大的青梅吗 问他恋爱经历时,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我也没太当回事,没想到今天带上门来了 今天是大年三十,家人团聚的日子 刘成军,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装作不动声色地看着老公 月月刚离婚 没地方去,月月也算是我的家人了 今年来,咱们家和咱们一起过年 刘成军抱起青梅的孩子往家里走 语气稀松平常 嫂子不会是介意了吧 我和军哥从小一起长大 都认识快二十年了 你不会这点信任都没有吧 李月然真诚地问我 可在我耳朵里却是一番细谑的语气 我心里别扭极了 想和他争执 却又心疼老公加了一整天的班 又是大过年的 最后还是不想让他为难 也许一个女人刚离婚 确实有难处呢 我压住火气 拼命劝说自己 要相信老公 体谅他 然而事实证明 有些狗男女压根不值得体谅 我去厨房 把凉了的菜热一热 李月然自来熟地 仿佛这里是自己家一样 看着我忙前忙后 进进出出 丝毫没有大意把手的意思 他斜着身子 歪坐在沙发上嗑瓜子 和我老公笑得嘻嘻哈哈 君哥 你看这个小品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李月然的头都快靠到 我老公肩膀上了 而我老公只是陪着一起笑 丝毫没有避嫌的意思 对了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有一年 我在你家 也是这个单单的小品 你笑得都噎住了 把阿姨吓死了 还是我帮你把花生拍出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 李月然笑得更放肆了 满房子都回荡着她的欢声笑语 而我像个保姆一样 在厨房忙碌 我一下子火气就上来了 我克制着自己的暴脾气 尽量用停和的 但是已然不高兴的声音喊 老公 快来帮忙 这么一堆东西 我哪弄得过来 别光坐在那里 跟大爷似的 听到我不高兴 刘成军赶忙准备站起来 过来帮忙 没想到李月然拽着了她 带着不可思议问道 君哥不会吧 嫂子还让你进厨房 这怎么能是男人该做的事情呢 再说 你都上了一天班了 不是该好好休息吗 听了李月然的话 刘成军犹豫了一下 还是要面子地坐下了 对我说 你今天在家歇了一整天 就做一桌子菜 有啥弄不过来的 我听了 简直要气笑了 我从早上一起来 就开始泡木耳 洗鱼 收拾鸡肉 准备菜品 炖 切 炸各种忙活 因为炸带鱼 还把手烫了个水泡 合着在她眼里 就是在家歇了一整天 李月然的熊孩子 在家里横冲直撞 大喊大叫 不停吵着 饿死了 还不开饭 弄得我心里更烦躁了 看着刘成军和李月然 摊在睡沙发上 兴致勃勃看春晚 丝毫没有要来帮忙的意思 我算是明白了 这是把我当免费劳动力使唤呢 八个凉菜 八个热菜 一个汤 连坐带摆盘 我从一起床忙到晚上 等你两个小时 菜热了又热 你说 我闲着没事是吧 让你来打把手都不愿意 那就量着吃呗 我冷笑着看着眼前人 结婚三年 怎么没发现他这么气人 看我真的生气了 刘成军赶忙站起来 过来给我端盘子 献殷勤 李月然阴阳怪气地说 哎 这要是我 哪舍得自己老公干着干来的 肯定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哦 既然你这么贤惠 那怎么离婚了呢 我把一盘机重重地放在他面前 盘子和桌子碰撞 发出砰的一声 你 李月然 没想到我会对他 气得从沙发上 一下崩直了身体 哼 在我面前装绿茶 抱歉 我向来不吃这一套 但很现任 我亲爱的老公 很吃这一套 张蓬蓬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刘成军联名待姓地直呼我 第一时间为他的小青梅抱不平 你没听到他是怎么说我的吗 我直视他的眼睛 丝毫不让步 月月也没说什么呀 人家带个孩子离婚了多不容易 我只听到你戳人家伤疤 刘成军有些心虚地避开了我的目光 但是话语里却是暗暗帮李月然 你是脑子萎缩还是眼睛瞎了 我气得想抱打这头猪 坐扎带鱼时 烫伤了手 又开始一阵一阵地疼 李月然在旁边搂着孩子 楚楚可怜地看着刘成军 挨压嫂子 都是我不好 大过年的 千万别为我吵架了 菜也好了 赶快做做做 咱们吃饭吧 她像个懂事的女主人一样劝假 招呼我们坐下 并且十分自觉地坐在了刘成军旁边 我的座位上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才是刘成军的老婆 我双手环抱 站在原地冷眼看着他们俩 没有动 气氛有些尴尬 刘成军拉了我一把 坐在她的另一边 嬉皮笑脸地打哈哈 彭彭你这是干什么呀 大过年的 咱们高高兴兴吃顿饭好吗 左边坐我 右边青梅竹马 刘成军你真把自己当皇帝 左拥右抱呢 我冷冷地靠在椅子上 看着这个让我陌生的丈夫 听我这么说 李月然的眼圈突然红了 她可怜巴巴地瞅着我老公 说 我们从小玩到大都认识二十几年了 如果我们真的有什么 还有你们今天什么事情呢 没想到 嫂子这么想我 那我坐对面好了 呵呵 这种话术 老娘在脑残小说里 都看腻味了 怎么还有人拿出来说 我在心里冷笑 李月然虽然嘴上这么说 身子却没有动的意思 您这是身残至肩站不起来 还是要我八抬大叫 把您抬到桌子对面去 还是我家的桌子 小到你非要和别人丈夫 挤着腿挨着腿 肩并着肩 我哼了一声 用手指敲桌子 李月然没想到 我这么直白 有点宁耶 求助地望向我老公 但很显然 刘成军是知道我脾气的 并不想真正惹恼我 他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 装作没看到 小绿茶在真正的暴脾气面前 也只能善善熄火 李月然不甘心地坐在了桌子末端 赌气地瘪着嘴 好了好了 今天年三十 彭彭别一天到晚闹脾气了 快吃饭 我都快饿死了刘成军讨好似的 拽了拽我的袖子 外面的除夕烟火适时炸开 转瞬即逝 犹如昙花一现 我和老公还没动筷子 熊孩子已经开始上手扒拉 面前的葫芦鸡 我要吃那个 那个 还有那个 小孩站起来 用筷子把好几个盘子 搅合得惨不忍睹 看着已经五六岁大的小男孩 跋扈无理的样子 我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这个年纪已经是嗜学儿童 已经能分得出是非了 带出这样的孩子 不难看出李月然平时的家教和品格 逗得乖 喜欢哪个妈妈给你家 李月然仿佛已经习惯了 丝毫没有觉得哪里不妥 把熊孩子喜欢吃的几道菜 都端到孩子面前 还有一道松人玉米 直接连盘子到碗里 堆了满满一碗 熊孩子跟饿了三天一样 连吃待战 吃相极差 看着被搅来搅去的菜 我瞬间就没胃口了 我暗暗戳了戳老公 刘成军是最讨厌熊孩子的 我想让他制止一下 但是出乎意料的 却看到他满脸宠溺的爱意 看着那个叫痘痘的小孩 这种眼神 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哎呀嫂子 不是我说你 这道茄子没入味 这个鸡肉又有点老了 还有这个小海青 一点也不鲜 嫂子平时应该不怎么下厨吧 李月然一边伺候孩子 一边开始挑事情 吃我的喝我的 连个碗都不端 还来挑三拣四 再忍下去就不礼貌了好吗 没有付诸劳动 大年三十跑到别人家来蹭饭的人 怎么好意思在这里挑挑拣拣 你妈没教过你 什么是家教吗 再说 不好吃也没见你们 吃得比别人少一口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为了吃我这顿饭 特地饿了孩子三天呢 我笑咪咪地 看着疯狂给嘴里刨饭的痘痘 我就只是好心给你提点建议 你怎么能说话这么难听 李月然皱着眉头不悦地说 言语里满是委屈 我也是好心提醒你 别光顾着自己喝绿茶 把孩子噎到了 我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她 加了一口肉吃 磕磕磕磕磕磕磕 我话音刚落 豆豆就因为吃松人玉米吃得太快 被枪住了 剧烈地咳嗽起来 脸都憋红了 唾沫见得到处都是 你敢诅咒豆豆 你这个坏女人 李月然的第一反应 竟然不是给孩子喝水 或者急救措施 而是和我争执 幸好我老公刘成军 第一时间递了一杯水上过去 但是因为刚到的 有点烫 李月然的心思 都在和我吵架上 手没有接吻 一杯热水 就浇在了孩子身上 哇 咳咳咳 豆豆一下疼哭了 一边哭一边咳 刘成军着急地抱起孩子 一边拍背 一边骂 张蓬蓬 你怎么这么恶毒 好家伙 热水是你地的 杯子是你青梅没接住的 怎么怪到我头上了 你怎么能这么欺负人 他的老青梅李月然 呜呜咳咳咳地哭 此时的他们站在一起 抱着孩子同仇敌忾 仿佛他们三个 才是一家人 而我是那个 无恶不作的大反派 我心一下子凉透了 这就算欺负人了 我冷静地看着他们 然后走到桌子前 说 那我让他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欺负 然后 当着他们的面 呼啦一声掀翻了桌子 年夜饭瞬间变成一场灾难 桌子 盘子 碗砸在地上发出巨响 汤汁 肉菜满地都是 一叠子红烧鱼 连汤带肉 浇在刘成君身上 滚出我家 我指了指门外 凭什么我们滚 要滚也是你滚 李月然没了小白花的柔弱 脸上的刻薄和泼辣 原形毕露 凭什么 就凭房子是我们家全款买的 房产证是我的名字 就凭这里的所有东西 刘成君没有掏过一毛钱 我冷笑着 什么 李月然愣了下 我和老公刘成君结婚的时候 他一穷二百 在壁市连一个平米都买不起 所以房子车子 都是我娘家掏的钱 以前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心 我从来不提这些事情 可换来的是他带回来的女人 让我滚出去 呵呵 真是一片真心喂了狗 果然听到我这么说 我亲爱的老公 好像一下被踩了尾巴一样 愤怒地冲我吼 走就走 谁稀罕你那两个破钱 然后抱着李月然的儿子 大步走向电梯间 头也不回 李月然紧紧跟在后面 回头给了我一个得意的笑 仿佛在说 看吧 你老公还是选择跟我走 刘成君 你最好不要后悔 我冲着外面喊 回应我的只有电梯下楼的声音 望着满地的狼藉 我心里竟然心疼这一大桌子菜 当我从大清早就开始包了足足八个钟头 每一道菜都是我用心带着爱去做的 结果因为这对狗男女糟蹋了 真不值得 盘子也是我妈从国外带回来了 现在全一气之下成了一地碎片 真心疼啊 刘成君啊刘成君 我们结婚三年 我自认为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 既然你如今和青梅竹马拉扯不清 你不仁就不要怪我不易 刘成君一走 我立马给幻所师傅打电话 喂 师傅你好 我家里要幻所 幻所师傅诧异了半天 从来没见过谁大年三十幻所的 而且都快晚上九点多了 说什么也不肯来 十倍价格 我说 姑娘 不是钱的问题 确实我们也放假了 三十倍 给您包红包 我加码 绿园国际小区是吗 二十分钟 我马上到 幻所师傅立刻接单 等幻所的时候 我回想着从前的蛛丝马迹 一旦怀疑的种子种下 就会开始生根发芽 从前很多 我没在意的小细节 开始突然清晰起来 比如车上的头发 比如突然的加班 比如今天的一整天 都不接电话 再比如 有时打进来 直接挂掉的语音 和不让我看的手机 每次他都说是因为工作 现在看来 我真的是把愚蠢当信任 我冷静了一下 趁着等开锁的时间 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南南新年快乐呀 电话那头 爸爸叫着我的小名 充满爱意的声音 让我鼻子一酸 爸爸妈妈 我一时哽咽 不知道怎么开口 南南怎么了 是不是哭了 我妈几个字 就听出我情绪不对 一把抢过电话 焦急地问 我愈发觉得 对不起父母 他们原本 从一开始 就不看好我们 觉得刻薄 又有偏见的 原生家庭 能教育出 多好的孩子 但是 看我一心一意 又坚持 不忍心 让我伤心 才同意地结婚 我简短说了 刘成军 带他的青梅和孩子 来家里过年的事情 并且诉说了 自己的猜测和怀疑 我告诉父母 如果万一 他们真的不清不楚 或者哪怕是精神的出轨 都是我不能忍的 也许我会离婚 征求下他们的意见 爸爸沉默了很久 妈妈连连叹气 最后还是爸爸开口 男男不要想不开 如果真的不合适 就分开 爸爸妈妈 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有了爸妈的理解 我心里一下轻快了很多 爸爸继续提醒我 但是如果真的离婚 你要懂得保护你自己 无论是精神上 还是财产上 光那套婚房就一千万 还不算结婚期间 你赚的钱 这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我明白 我爸妈辛辛苦苦打拼得钱 是为了给我幸福 不是为了给他人做嫁衣 我还没有恋爱 脑道无药可救 如果他出轨了 我目前要做的 就是想办法要保留证据 让这个渣男净身出户 换索师傅 不过二十分钟就安好了一把心锁 要是只有我有 外面炮声连天 所有人都在恭贺新年 微信里红包发得飞起 每个人都喜气洋洋和家团圆 只有我老公大年夜和别的女人不知所踪 看着一地的油渍和饭菜 想想李月然和刘成军离开时 那个挑衅的眼神 我突然心如福智 用手机拍了七零八落的桌子 转手发到老公刘成军的 相亲相爱一家人家族群里 配文 刘成军 大年三十 你带前女友回家过年 我全心全意 在家等你吃团圆饭 你却为了别的女人掀了桌子 还跟那个女人离家出走 你告诉我 你们是不是早就勾搭上了 连孩子都老大了 并在后面爱特我老公 原本群里在接龙玫瑰花 红酒杯之类的土味祝福表情包 顺便有几个三毛五毛的红包 我的信息一发出来 家族群里瞬间寂静了 后得载物的二叔在群里问 彭彭你是不是发错了 大过年的小两口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二叔 没有误会 他今天带回来个女人 还带着个娃 说是要一家人吃顿饭 还让我伺候他们 我发了一个哭泣的表情包 群里一片惊呆声此起彼伏 还有些平时不说话的远房亲戚 也诈尸出来 比如她花开富贵的表沈家的大娘 在群里惊讶 不可能吧 成军这孩子不会干出这种事情 可别是你俩吵架了 你大过年冤枉他 呵呵 真是一家人 于是我开队 大娘前年您还向我借过钱 我是什么人品您知道的 该不会那女的就是你介绍给成军的吧 不是我 你怎么开口就冤枉人 那不是因为您先冤枉我吗 还是您觉得我大业过年带一老太太 回家吃饭过夜 您不但不介意 还特别开心 特别荣幸 花开富贵一看 火烧到自己身上了 我也不是个善茶 立马腻了 群里没人说话 我继续发家里一片狼藉的照片 感觉简直像是刚家暴完的场景 即使我一句话也不说 也足以让人浮想连天 没人回复 正当我越战越勇 准备爱特下我婆婆时 我被踢出群了 界面显示 您已被紫水晶踢出群聊 接着就是一个红色的感叹号 这个名字和藏爱家族有一拼的紫水晶 就是我婆婆 真玩不起 接着老公刘成军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不用说 肯定是相亲相爱一家人给说的 刚接通就听见他暴怒的吼声 几乎震破我的耳膜 张蓬蓬你TM的是有什么毛病 在我们家族群里 瞎扯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婚外情了 又什么时候掀桌子了 我手机都要被打爆了 都在问我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闲不够丢人是不是 非要闹得全家都知道 你不要连我还要呢 丢人 我丢什么人 到底是谁丢人 是我把别的女人带回家的吗 是我跟别的女人跑了吗 我气愤地问她 豆豆被烫伤了 我和月月带她来医院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 豆豆也不会受伤 你不要这么无理取闹行不行 我已经很累了 刘成军在电话那头冲我喊 好会扑啊 熊孩子是因为我烫伤的吗 张蓬蓬 就你这狗脾气 明天去我妈家里 你看我妈怎么教育你 到时候 别怪我不帮你说话 刘成军搬出了我婆婆压我 她又没有生我养我 我也没做错 凭什么被指责 我都要气笑了 当初在毕市 他们一家三口 挤在四五十平米的老破小里 她父母还傲得不得了 各种看不上我们外地人 我也是一时恋爱脑 闹着非她不嫁 我爸妈心疼我 没办法 全款买了一百多平米的新房 这才把婚结了 没要房要车 连彩礼都省了的结果就是 她爸妈表面上对我客客气气 却在最后说了不止一次 看看 我们成军多优秀 外地的小姑娘 拿一千多万倒贴我们家 我气呀 可是架不住刘成军 各种甜言蜜语哄着我 再加上 也不和她父母住一起 这事也就没揪着不放 如今 如果她真的有对不起我 管她是婆婆还是姥姥 我是绝对不会忍的 刘成军还在电话那头骂个不停 电话里隐约还有她的青梅李月然的声音 煽风点火 我不想再和她掰扯 冷笑着挂断了电话 保存录音 我不能分手得这么不明不白 不是心疼渣男 而是我要一个真相和公正 刘成军看李月然的眼神不清白 看她的孩子更是柔情万分 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一顿饭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身边的朋友都只会认为 我是在无理取闹 小题大做 而刘成军最多不过是 缺失了边界感 这样可有可无的小错 我不甘心事情就这么不明不白过去 我想知道 他们到底到了哪一步 那不如就陪着眼下去吧 刘成军是半夜到的家 带着李月然和孩子 然后她发现自己进不去门了 先是敲门 再是打电话 再到砸门 张鹏鹏开门 你竟然敢换锁 不让自己老公进门 张鹏鹏 你这个贱人 信不信老子把门砸了 张鹏鹏 最后警告你一次 开门 开门 刘成军暴怒地连拍带踹 门纹丝不动 李月然抱着孩子 可怜兮兮地站在她身后 冬天的楼道还是很冷的 孩子又困又怕 哇哇地哭 不知情地还以为 他们是被恶婆婆三十夜里 赶出家门的一家三口 咚咚咚的杂门声音 在后半夜格外响亮 楼道里的感应灯灭了又亮 你欺骗的有什么毛病 再朝我们报警了 邻居忍无可忍探出头吗 面对五大三粗的壮汉邻居 刘成军立即尾了 怎么办呀军哥 呜呜 我就是带孩子来借助几晚 没想到嫂子对我意见这么大 都是我连累你了 李月然半真半假地哭起来 邻居是认识我们小两口的 看刘成军半夜带着不认识的女人 和孩子砸门 本来就意味深长 听了李月然的话 结合我家今天打杂摔的动静 才出了个大志 鄙夷地看着他们 我不管你们是要干嘛 半夜扰名我就报警 或者我不介意大过年的讨个彩头 邻居大哥撸了撸袖子 露出结实的二头鸡 李月然立刻闭嘴 刘成军也有些畏畏缩缩的不敢硬刚 眼看家门是进不去了 刘成军咬了咬牙 说月月别怕 哥带你去住酒店 说完就拉着李月然走了 呸 住酒店邻居大哥嫌弃地 朝外面吐了口唾沫 重重地关了门 而我 早就手机静音 带着隔音耳塞睡觉了 丝毫不知道外面那对苦命鸳鸯的遭遇 第二天一大早 我刚起床 就看见手机无数个未接来电和微信 不用说都是刘成军半夜在门外打的 还有一条信用卡和酒店订房成功短信 信息显示尊敬的某某客人 您在本某某酒店预定的豪华大床房预定成功 请您在前台办理入住 时间是凌晨1点40分 是的你没看错 她和别的女人订房 刷的是我的副卡 消费默认绑定的是我的手机 只订了一间 豪华大床房 叫我怎么说呢 真的是想偷星 还要明目张胆把证据给我 我都不知道该气愤还是高兴 正当我在考虑要不要去酒店侦查一下时 刘成军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这次我接了 我想听听 这个和别的女人在酒店睡了一晚的男人 此时想怎么跟我解释 结果再次刷新我的三观 刘成军在电话里抱怨 张蓬蓬 不是说好了初一来我妈家里过年 你怎么都九点了还没到 家里客人都来了好几个了 你这点规矩都不懂吗 丝毫不提昨晚的事情 豪华大床房是怎么回事 你和谁去的 好大一张床啊 刘成军你已经结婚了 你明白吗 我压着火气 克制自己 要不是你换了索我和月月进不来 我们也不用半夜跑出去 我还给你省钱 只开了一间房 你不感激我就算了 我还没和你计较 你竟然还来指责我 刘成军阵阵有词 我简直无语了 总之你赶紧过来 家里一堆子人等着 还有你年前买的虫草 阿椒 海参 对了 还有给我妈买的大金镯子 赶紧拿过来 不然显得我们一年到头 空手回家一样 赶快 刘成军催促着 原来是惦记着我 买的值钱货呀 往年都是我花好几万给婆家置办 反正我赚的也多 但这次她打电话来要 我才发现 人家家里早就把我花钱 当作理所应当 而且我花钱 她落人情 真是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我差点就脱口大骂了 突然转念一想 我应该去看看婆家的态度 再看看刘成军 还要做什么药 对了 还要趁着初一 去婆家的时间 叫人在家里装上监控 我开着车带着 大包小包到家里时 迎接我的是 公共快扬上天的鼻孔 哼 听成军说 你昨晚没让他进门 大冷天 你当媳妇的 怎么一点也不心疼自己男人 在我们老刘家 谁敢这么对自己男人 肯定腿打断 公共闷闷地斜着眼睛贴我 爸你说得对 不过在我们张家 要是赶过年 和别的女人开房 肯定直接打残烟了 我笑眯眯地看我公共 一点也不示弱 可能我的话太过凶残 公共气呼呼地哼了一声 再不吭气了 低着头走在前面 我没理他 进了家门 就看见刘成军在茶几跟前 和几个表兄妹喝酒吹牛 厨房里是我婆婆 和李月然的身影 李月然一声声甜甜地 喊我婆婆干妈 哄得我婆婆乐得像朵花一样 她儿子豆豆 也围着我婆婆奶奶 长奶奶短的 看见我来了 他们瞬间收起了笑意 嗯 来了呀 我婆婆冷冷地说 满脸不高兴 当媳妇的这会才来 来了也不知道帮忙 还没有我们月月懂事 李月然在旁边 帮我婆婆洗菜 得意地嫖我 刘成军在那边 丝毫没有帮我的意思 喝酒喝得正兴起 我深吸了一口气 很好 看来婆家的态度 已经很明确了 不管他们之间 有没有点什么 想想未来几十年 要和一个丝毫不会 维护自己的男人过日子 也是没什么意思 想通了 也就没什么顾虑了 是啊 你的月月最懂事 昨天在我家里 蹭吃蹭喝端个盘子 都不肯 今天在您这里 倒是勤快得很呢 既然她这么懂事 不知道她给您过年 都带了什么 我似笑非笑地提高了音量 客厅里的亲戚都扭头看我 没想到我这么刚 公公婆婆瞬间傻眼了 李月然也是直接脸就黑了 因为所有人都看见 她今天是带着孩子 和刘成军空手来的 除了两张嘴 连付对联都没给她干妈买 我 我刚离婚 一个人带孩子 手头紧 不像彭彭姐这样富裕 我只有一片心意 李月然揪着我婆婆的袖子 红着眼眶说 我婆婆立马就心疼得不行 斥责我 你怎么这么无理取闹 媳妇孝敬公婆天经地义 月月是我们家人 哪有家人来了 还拿东西的 所以我不是家人 我看了看刘成军 又问我公婆 你怎么总是要和别人比 大过年的天天找事烦不烦呢 刘成军暴躁地扯我 拽得我一个猎切差点摔倒 快给爸妈和月月道歉 我冷笑了起来 都不算是家人了 还刻起个毛线 我一把撸回刚给婆婆的价值 大好几万金镯子 又把虫草等礼品 直接丢进垃圾桶 既然你们是一家人 我是个外人 想必您也不好意思 收一个外人这么贵重的礼物吧 毕竟光镯子都快十万块 顶你们刘成军一年工资了 我笑嘻嘻地说 你 我婆婆气得直五心口 他们家和亲戚吹牛 都说的是 刘成军多么多么有本事 一年能赚多少钱 买了大房子 又给家里买着买呢 如今被我一句话戳穿 刘成军气急败坏地冲了过来 想要扇我耳光 却被我抢先一步 辟一个打耳光 直接打蒙了 你吃我的喝我的 住我家买的房子 靠刷我的信用卡 满足你的奢侈消费 你爹妈天天吸我的血 要金要银 软饭吃得这么硬气 还想打我 我冷冷地看着他 他家里现实一片寂静 接着亲戚就开始交头接耳起来 怪我公婆平时太爱吹嘘自己儿子 整天和这个比和那个比 还要暗暗显摆 别人家过得不如自己 如今被揭穿 之前被言语打压的亲戚 立马各种嘲讽起来 你滚 滚 刘成军气急败坏地大吼起来 指着门外 求之不得 我昂起头 提上包 大步走了出去 大年初二 我们开始冷战 初三公婆就带她杀了过来 不是来求和的 是来谈离婚的 既然你们都闹成这样 过不下去了就离了吧 对谁都好 我婆婆装作和蔼 又善解人意地劝我 你还这么年前 肯定能找到更好的 可以啊 离婚没问题 我扣着手里的咖啡杯 漫不经心地回答她 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爽快 我公婆眼里竟闪出一丝欣喜 那离婚协议你看看 我公共迫不及待地地上一达文件 看来是早有准备 我翻看 里面写着 房子归男方所有 婚后存款平分 另外 因女方三年都没有生出孩子 要给男方二百万精神损失费 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离谱条款 这算盘敲得真响 房子是我家全款买的 工资我俩差了将近五十倍 平分就是我给她钱 另外三年没有孩子 呵呵 我真的要笑了 我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说 可以呀 没问题 原本还打算胡搅蛮缠的公婆 没想到我这么痛快 简直欣喜若狂 比结婚时候还高兴 彭彭其实你还是挺懂事的 但感情这种事情真的说不来 咱们也不能互相勉强 婆婆谄媚地装腔做事 我乖巧地点点头 说 离婚协议我没什么意见 但是这套房产 是我爸妈用我名额买的 户口也不在这里 父母出的全款 如果我爸妈不同意 会比较麻烦一点 怎么麻烦了 一听最值钱的东西 分割有问题 刘成军第一个坐不住了 你别急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我得回一趟老家 说服我爸妈 签署资金赠予证明 这套房才彻底算我的 我才能和你平分 不然我爸妈反悔了 要把出的钱收回来 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 我体贴地说 一副为他着想的样子 那你赶紧去啊 对了 千万别说是因为 咱们俩要离婚 否则你爸妈肯定不同意 刘成军焦急地催促我 公公婆婆也在旁边连连点头 好 我今天就去 我先去主卧收拾行李 我装作善解人意地来到主卧 锁上门 假装收拾东西 然后打开手机啊 戴上耳机看监控 手机画面里 我刚走 他爸妈就在客厅翻箱倒柜起来 着急地说 赶紧找下房子钥匙 回头再来就方便了 刘成军从我们常放钥匙的柜子里 找出一把备用的 悄悄装进口袋 然后说 我也没想到 他答应得这么痛快 房子变卖后 我能分五百万左右 加上夫妻财产 赔偿 估计能有一千万 值了 我婆婆笑得脸上褶子挤成菊花 一千万虽然不多也够了 你在咱们必是再买一套房 小一点就行 离婚后就把月月接过来 妈给你们办婚礼 我看月月比这个张蓬蓬 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脾气也好 也孝顺我 公公也压低了声音说 就是 关键还给我们生了个大孙子 要不是当初不知道 她和成军好的时候 已经怀孕了 我也不会同意她 嫁给别人 结果倒好 我们的孙子 叫了别人五六年爸爸 这个张蓬蓬结婚三年 连个蛋都下不出一个 我会好好补偿月月的 自从知道痘痘是我的种 我俩就又好上了 等这边离了婚 我马上就娶她 虚 别说了 小心张蓬蓬一会出来听见了 我公公做了个晋升的动作 我在房间里 看得头都要气炸了 原来我猜想的没错 刘成军和李月然 早就好上了 骗我的感情不说 现在还想谋划我的钱 榨干我的价值 好啊 真是好 那我就陪你演一演 这次我不但要你净身出户 还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渣渣 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初三下午 我就打包行李 假装回了老家 怕刘成军不放心 我还把购机票 信息截图发给他看 让爸妈拍了机场的照片 我亲哥帮我辟了图 实际是我们家人连夜就来了闭市 找了个酒店窝起来度假 果然刚确认了我已到老家 刘成军就迫不及待地拿着偷来的钥匙 带着李月然来到了我的婚房 两个人在里面干柴烈火 满屏都是不可描述的马赛克 妹啊 你看你挑男人的眼光咋这么差劲 我哥气愤地看着监控画面 又心疼得要捂我的眼睛 我爸妈的眼中几乎要冒出火来 他们没有想到出钱又出力 希望女儿过得好一点 结果却是这样 我摇摇头淡定地继续录屏 好一场急得实景演出 如果说我拿着这些证据 法院能不能判他为过错方 净身出户 嗯 理论上是可行的 我哥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帮你你离婚协议就好 不收你律师费嘻嘻 对了 我亲哥是个律师 我还没回答 我妈赶紧让我看画面 那俩狗男女玩事后 李月然竟然把我梳妆柜里的金饰 都往包里装 还有我爸妈送的珠宝 钻石粗略估计了一下 应该价值四十多万 看着李月然贪婪的样子 我不有感慨 真是天助我也啊 在酒店住了两天 我装作从老家回来 联系了刘成军 你爸妈赠予合同签好了吗 刘成军在电话里满怀期待 好了 为了不出意外 我们还是找些亲戚来见证下吧 不然我怕我爸妈到时候不承认了 我贴心地提醒他 对对对 那得找我家的亲戚 毕竟你家外地的 刘成军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好 我痛快地答应他 下午 刘成军带着公婆 和乌泱泱十几号亲戚来了家里 等着我的赠语证明 赶紧地张蓬蓬 今天说清楚了 协议一签 明天就去民政局 谁也别耽搁谁 婆婆仿佛觉得 一千万已经十拿九稳到手了 整个人都嚣张了起来 嗯 不着急 我刚到家 结果发现丢东西了 金额比较巨大 我已经报警了 等警察来后 查了监控 处理完盗窃案 咱们再说离婚的事情 我笑咪咪地说 什么监控 家里什么时候装了监控 你怎么没和我说过有监控 刘成军一下脸色惨白 反应极大的跳了起来 公婆不明所以 亲戚也是一头雾水 监控你看了吗 刘成军苍白地问我 嘴唇都发白了 看着他这闹肿样 我内心一阵嫌弃 敢做不敢当两头都想占的货色 但是我表情控制得很好 装作一脸迷茫地问他 没有啊 还没来得及看 怎么了 难道你知道东西是谁偷的 不不 我不知道 刘成军磕磕磕巴巴地说 接着粗暴地催我 快把赠予合同给我 离婚协议签了 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任谁都觉得不对劲 我坚决不同意 就在拉车的时候 警察到了 警察调了监控 然后我公婆 和他们家十几个长辈 就一起看了一场 刘成军做主角的一片 真刺激 这劲爆的场面 连警察都觉得尴尬 好在很快出现了 李月然偷东西的画面 金镯子 金项链 珠宝 钻石戒指 在场人脸都绿了 警察同志 我这些东西 大概值四十多万 所有的购买记录和票据我都有 我要报警立案 我坚定地说 不 你不能报警抓月月 我婆婆急了 大叫起来 不是你说能不能的 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偷到四十万以上 购官进去十年了 警察严肃地说 不 不能抓月月 她进去了 逗逗怎么办 我孙子就毁了呀 我婆婆大喊大叫 突然意识到说错话 赶紧捂住嘴 在场的长辈都惊讶地看着他们 我也装作刚刚知道一样 表现得又崩溃 又痛苦 警察对我们的家务事不感兴趣 回头问我是否确认要诉讼立案 我决决地点了点头 我装作伤心至极 呜呜哭了起来 惹得长辈们心疼不已 尤其是女性长辈 对小三的憎恶 和对婚姻背叛者的仇恨 让他们化为正义的化身 你们老刘家 不能这么欺负人啊 就是 听说大年三十 还带小三回家吃饭了 还让蓬蓬做法 太过分了 蓬蓬家条件这么好 下嫁给你家成君 不珍惜就算了 私生子都这么大了 你对不起蓬蓬 小三还来偷东西 都是什么玩意儿啊 长辈们七嘴八舌地 为我抱不平 我公婆的脸一下子丢尽了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现在比丢脸更严重的是 李月然的巨额盗窃 警察同志 因为他带小三回家 我把锁都换了 结果他偷了钥匙 带小三来 我们婚房鬼混 还偷我的东西 我委屈呀 我使尽挤眼泪 警察让我去做了笔录 因为案件简单 证据明晰 李月然当天下午就被抓了起来 听说上警车的时候 哭得鬼哭狼嚎 大叫自己冤枉 扒着车门不进去 连哭带骂 还诅咒我不得好死 不过等到审问时候 他就粘了 小绿茶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 两个警察往面前一坐 灯一打 立刻吓得哭爹喊娘 要找刘成军 喊着孩子不能没妈妈啥的 那不是偷 那是我送他的 张蓬蓬 求你了 别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求你撤诉吧 刘成军向我跪了下来 要撤诉可以 来 把离婚协议签了 我笑咪咪的 递上我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在我亲歌你的这一版协议里 刘成军作为婚内出轨的过错方 结合家庭财产的构成形式 他什么也得不到 你早就准备好了 让我净身出户 刘成军看完协议 脸色惨白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我笑着点点头 你回老家找你爸妈签赠与协议 也是骗我的 就是为了让我相信你不在 必是对不对 刘成军突然智商在线了 悲愤地问我 对呀 我继续点头 月月这件事情 也是你计划好的 刘成军越来越愤怒 这一次 我摇了摇头 还真不是 我怎么会想到他这么贪婪呢 他不过是为你的完蛋 添了一把火而已 你究竟要做什么 刘成军咬牙切齿 面目猙獰 你看 人渣只会把自己犯下的所有错误 推到别人手里 如果不想你的便宜儿子没有妈 你最好把净身出户的协议签了 说不定我会心软撤诉 我笑嘻嘻地递给他比 他的表情 简直可以用精彩来形容了 犹豫挣扎了很久 想想逗逗 最终刘成军还是签了字 第二天 我们就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 我也干净利索地撤了诉 我虽然撤诉了 但是在毕市我们生活的那一代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李月然因为偷盗进了局子 而且生活作风有问题 有个私生子 因为被发现 私生子不是老公的 才离了婚 结果离婚后 又和有妇之福勾勾勾搭搭 李月然每次走在街上 都被指指点点抬不起头 出来后 李月然知道 她费尽心思接近的刘成军 竟然净身出户了一毛钱 都没有分道 大发雷霆 想想和刘成军一家 加起来五个人 未来只能挤在四五十平米的老破小李 就天天和刘成军吵架 不再伪装当年温顺贤惠的模样 听说他们回来 正月十五还没过 已经干了好几场价了 刘成军的脸都被抓烂了 我那平时夸他懂事的婆婆 被他对得差点心脏病犯了 死在家里 由减入奢容易 由奢入减难 刘成军过去在我的贴补下过 惯了富足的生活 一夜打回原形后 也是看什么都不顺眼 再加上李月然闹得家里鸡飞狗跳 苦不堪言 原本他准备年后去上班 躲一躲李月然日渐暴涨的脾气 结果放假期间就被通知不用来了 被辞退了 整个人都傻眼了 他不知道 当年他的工作 是我爸托关系给找的 如今我们离婚了 这份人情也尽了 接受不了生活上的落差 他开始频繁借网贷 穷困潦倒且脾气暴躁 于是两个人常常在家互殴 全家人都为了逗逗忍受着 就是不知道 如果刘成军知道那便宜儿子压根不是他的种 会不会后悔损失了一千万 是的 我有一个秘密 我们结婚三年没有孩子 去医院做了检查 结果不是我的问题 而是刘成军的 他患有死经症 也就是说 从医学理论上 他根本不可能有孩子 报告是我取的 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心 我隐瞒了这个事情 把责任推给自己 所以连他也不知道 一直坚信 是我生不出孩子 从李月然带孩子来吃饭 他看孩子那宠溺的眼神 我就猜测 李月然一直在骗他 李月然看上了他的有钱 但钱不是他的 他想要李月然的孩子 但孩子也不是他的 想想都觉得痛快 只是现在谁还顾得上他呢 渣男贱女所死互相祸害吧 我要和我的父母家人 好好过个团圆年